尤其是在往生的时候 往生的时候如果阴炼放不下 你就去不了了 谁能保证自己 在灵命中是正放假的 平常说的很好啊 灵命中他正放不下了 所以说放下了 他不是真的是假的 真的要平时去念 现在就干 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中 厨师待人及物质中 一定要看到大半 知道什么 知道这个全是假的 繁琐有相 解释希望 科学家告诉我们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那物质现象 他的根源 是意念 意念是精神现象 意念从哪里来的 无中 无中生 有害 有害 灰无 了不可得 你为什么不放下 不放下 你就受其害 放下 你得其意念 放下 是功德 放不下 都属于佛德 佛德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佛教给我们 有什么样的心态 来看世界 精干经上 四句记 说得好 一切 又一发 如梦花 泡影 你要这个看 如露 亦如电 印作 如是灌 这是假 这些现象的存在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的存在 就像闪电 像露水 也刹那 时间很短 不长 真正通达明了 你就很容易 我在找你 曾经就 金刚经的 四句记 我把它印在 透明的胶纸上 这四句话 送给谁呢 送给每个信徒家里 贴在电视机上 看电视就看到 一切又未发 如梦幻泡影 谢谢大家 电视是梦幻泡影 如露 一幅电影 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现实的世界 跟电视 跟电视差不多 不是真的 何必认真 那看破了 它就不干扰 你的清净心 清净心 现前了 清净心 现前 那我生是决定 靠得住了 清净心 是什么心 真诚心 经常讲的 知诚心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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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